來 捶一捶你們的胸部 我們要打仗了餒 是不是男人 你們有在怕的嗎 你們會怕嗎 你們會怕嗎 說實在你們會怕嗎 不會 很好 你們都是男人 都是男人 不錯 敗拜 我必須承認 這個可能上個戰場 我應該也是會稍微的怕一下 但是我不會確戰 來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戰爭發生的時候 到底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來 首先 人家一定是怎麼樣 幾顆飛彈先射過來 對不對 先射你重要的設施 射你總統石 射你發電廠 射你 各種可以提供人員的地方 射你中華電信 射你台灣大哥大 全部給你射掉 這時候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先找個集合的地方 好不好 即便國家投降了 我們人民不投降 那就不等於投降 懂嗎 國家真的打不下去的時候一定投降的啦 投降再來怎麼樣 大陸就可以直接登陸了嘛 對不對 共匪就可以直接登陸了嘛 沒關係 我帶大家 躲在九份山頭 我們找山頭上面的一個樹林 我們就躲在裡面 蓋很大的樹屋 就蓋在九份 我們就在那邊集合 那邊會成為我們一個據點 再來我們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原住民朋友 好不好 原住民朋友這時候就很重要了 OK 沒有人比他們清楚山林裡面的路怎麼走 等到 大陸人 開始登陸的時候 共軍開始登陸 登陸到我們的九份 對不對 他們要上山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躲在那個九份的樹林裡面 我們就站在樹頭上 站在樹頭 我們就這樣站 然後看清楚 我們現在站在樹上 然後那共軍在下面走 對 每一個這樣拿槍這樣走 我們就站在上面 他走到你腳下的時候就 懂不懂 OK吧 懂了吼 來再示範一遍 我們就這樣 一個一個暗殺掉 沒有 有人問我說 那武器怎麼辦 不用 大家家裡都有菜刀吧 大家家裡都有菜刀 小刀 水果刀 拿一隻出來 我們只需要刀就好了 我們正面打不贏人 我們搞偷襲 下去就給他一刀 接下來要做的是 把對方的衣服 偷來穿 到時候我 會直接出一個別章 直接拿出來 那個就是我們辨識 是同盟的徽章 一人發一個 我們就拿那個徽章出來 自己人啊 OK 就不打你 就不會打你 那武器怎麼辦 我們就撿阿拉槍 還有 這幾天吼 有一些白痴吼 他媽的 還沒打仗就先給我跑去九份 跟我說 我到了 你怎麼還沒到 我告訴你 也沒關係 我說他媽的 打仗的時候 他媽在去集合 幹你啦 你偏偏現在去 你就他媽給我在那邊罰 戰 啊 有戰啦 氣死我 有的觀眾問我說 什麼時候要集合 我是知道什麼時候打仗是不是啦 請問一下 人家共軍要打你 他媽還會跟你講說 欸 我要打你囉 然後再按一下飛彈 阿會這樣 人家他媽直接按 按下去 咻咻咻 好幾顆飛彈 你直接打過去 誰知道他媽什麼時候打 你如果住在台中台南了 你會怕 你沒有集合地點了 你就一路從中南部殺上來 殺到九份 記得 到了九份 就安全 九份 整個三頭都是我們的 如果 如果 現場 2866個觀眾 你他媽有在那邊給我怕的 給我滾 給我滾 我的觀眾 沒有鬧腫 好不好 你會怕的 你他媽滾 如果 假如說 二十個人他媽 我們從九份的山上啦 衝下去 幹你娘有人他媽給我躺在那邊裝死 幹你娘我就看到你他媽就沒中槍 你他媽給我倒在那邊裝死 幹你娘我走過去我都慢慢踹行 試看看 有一些女生又來問我 彭琳如果我是女生可不可以應徵 我可以 可以 哎呦這什麼東西 十四個月 加入會員十四個月 啊謝謝 啊謝謝啦 可是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喔 女生 來 還可以做什麼 你齁 如果阿嬤很快煮飯的喔 把阿嬤一起帶來 九份要吃什麼吃什麼 7那時候應該都已經免費了 要拿什麼隨便拿啦 都不用客氣 不用跟我客氣 大家OK啦 共軍打過來 國家投降 我們也不能投降 你們齁 刀子先拿出來磨一磨啦 磨一磨 到時候他們登入 幹你娘 從九份 我們就直接到海邊等了啦 海邊等 媽一個上岸 幹你娘 幹你娘 我們全部人躲在沙子 用沙子把我們全部人撲起來 這樣子趴著 趴在那個沙灘上面 然後我們大家用沙子蓋起來有沒有 人一燈住上來 看到人了 幹你娘 幹你娘 戰術都跟你們講了啦 台灣什麼沒有 山最多啦 要我當猴子 我馬上就可以做猴子 你們打過來 最好好好看看頭上 慢慢一一一一抬頭看 一隻猴子跳下來 往你腦門 我們都是從大陸過來的 你的祖先不是也從大陸來的嗎 啊我是他媽在大陸出生是不是啦 我他媽有這麼白滾喔 我跟你講我齁 他媽在台灣出生就在台灣出生啦 我他媽也不會說我是中國人這麼嚇趕啦 搞不懂 我出生在哪他媽我就哪裡人 別他媽跟我我大陸人 我操 拿刀違反社群規範 什麼刀 哪有刀 這玩具的勒 這玩具的你看 這砍又不會痛 這玩具的 這玩具 這玩具刀 我示範給你們看 到時候你們也是要拿真的刀上場 我先把玩具刀放回去啦 到時候打來齁 不要給我畏畏縮縮縮的 到時候就算 打起來 你說什麼 會被叫去軍中啦 會被召集啦 誰召集召集這麼快的啦 人家飛彈射過來多久的時間而已 你他媽還有時間給你召集喔 就算給你真的召集到了啦 他也只是把你全部人聚在一起 然後讓你們周會戲娘啦 知道嗎 他就說 欸 集合喔 欸 集合 然後一顆飛彈 砰 然後剛好全部集合都死了 這樣子 你看我叫你們集合在九份 欸 九份這麼大 對不對 誰知道在哪一個點集合 喔 對吧 有道理吧 樹林這麼多 對不對 我們先把樹林摸清楚 到時候遇到直接給他死 甘尼亞講話有個總國英的 喔 他只要講話有個 啊 兄弟 甘尼亞就一刀啦 啊 如果齁 如果你們齁 看到那種 八九 敵人一來給我開著BMW冰室 甘尼亞給我往後跑的 臭他媽的 那個車子就是 直接給我追上去 追上去拖下來 幹尼亞直接一刀 幹尼亞做八加九害怕 幹尼亞勒 八加九害怕喔 希望我們大家可以在這個 戰爭的時候 我們大家可以相遇 好不好 有機會相遇 我們大家集合在一起 好不好 團結一心 四死 給我把臺灣保下來 我跟你講 人家說什麼 大陸 大陸這麼幾億人口 台灣怎麼可能打得贏 請問啦 大陸人家要打過來是他媽幾億人口一起上臺灣是不是啦 有這麼白癡喔 臺灣他媽農得下幾億個人喔 他媽幾億個人上來 我他媽到時候隨便揮他媽都揮得到大陸人喔 對不對 白癡嘛 阿就算他要上來 他有比我們熟臺灣的路嗎 對不對 人家打過來人家 欸是忠孝東路極端 欸靠北 欸我不知道這什麼路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摸清楚你家附近的地形 從現在開始 你們每一個人拿一張紙跟餅 欸哪裡可以躲 哪一個地方 喔 萬一你被追殺的時候你就走 啊 前面轉角 六百公尺處 OK那個消防栓裡面我有放一把刀 OK 隨時都有武器可以拿 對不對 喔 這樣子還要怕嗎 啊如果吼 我們大家 九份集合的時候 喔我在半路他媽也是衰小 喔跑一跑 我乾你鳥一條 頭上一看 哇 棒喔 我半路去的話 那沒關係 你們大家一樣九份集合好不好 但是要記得傳承我的意義 好嗎 我相信那邊沒有我 九份沒有我 也有別人可以好好的帶領你 如果你們等了半天 在九份等不到我 那就不要等我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有一些朋友 乾你鳥真的是 一個比一個他媽還屬爛 我有時候 跟朋友們在聊天 然後那些朋友就說 喔白癡喔 媽 中國打過來誰還要打仗 他媽第一個先跑 你知道我聽到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已經沒有把他當朋友 他們在聊天 我媽他在旁邊這樣坐著這樣 然後聽到他 聽到他講出這種話的時候 乾你鳥我 直接不跟這種人講話 這養育你的這個島 台灣這個島 你們他媽的 說跑就跑喔 到時候 這個原住民的朋友們 我們到時候應該也是會分一些什麼 什麼部落什麼部落 這時候到時候你們可能要幫忙 分配一下 我們怎麼分配 啊順便教我們怎麼蓋一些那種房子 手工的 或做一些武器 弓箭 到時候 我們會在九份上面 給大家安排課程 你是那種遠距離攻擊的 我們就弓箭 我會開放一個弓箭班 給你們練習弓箭 我給大家訓練好 我們只要把九份佔領好 我們就靠九份的地方就可以把 全部人打下來 OK 全部人口給我集中 不是集中在一起死喔 不要我走到哪你就跟我到哪 我這樣我會被你害死 我們大家就是一人一塊 一人一塊這樣子 分散 不要聚在一起 我們會直接死一團 不要這麼白痴 OK啦 講差不多就講到這邊啦 大家今天聽完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了啦